虽然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在竞选时声称要禁止叙利亚难民入境美国,但难民组织正赶在川普上台前全力推动安置叙利亚难民。 明年,一批叙利亚难民将在美国一些城市定居,福蒙特州的纳特·南德就是其中之一。 马莎·卡瑟尔在福蒙特州纳特南市一座教堂的地下室里打开了一个装有救济物品的包裹。 我们怀着爱心编织了这些帽子,希望能够温暖难民的身心。 马莎和她的主子,拉特·南欢迎你,收集了当地居民捐献的家庭用品、家具和衣服,帮助几十个定于明年来这里定居的叙利亚家庭。 我们大约有两百名相当积极的志愿者,他们自愿开车帮助运送捐赠的家具和用品,并为难民提供辅导。 拉特南地处福蒙特州的绿山山脉,这个工业小镇是由意大利、希腊和波南移民在19世纪创建的。 如今当地经济走衰,商家很难吸引到员工。 看看他们周围,在工厂里上班的,有很多小个子,有着深色的皮肤。 是移民建设的这座城市。 在这个故事的鼓舞下,市长克里斯托弗·罗拉斯计划今后几年每年安置一百名叙利亚难民。 我们认识到,安置难民不仅让我们有机会做正确的慈善的人道主义的事情,从社区自我服务的角度来看,也让我们有机会增加人口和补充就业。 在整个新英格南地区,我们是安置难民最多的地方之一。 也有人对这个计划表示不满。 拉特南市财政主管温迪·威尔顿说,这座一万六千人的小城市财力有限,没有办法每年安置一百人。 如果把安置难民的费用以及难民对教育社区发展和规划的影响加起来计算, 我感到当地居民纳税可能要增加35%,这可是一大笔钱。 市长罗拉斯不同意,他说,这些数字极不准确。 坦白地说,有关城市预算还有学校开支的数字都是编造出来的, 不幸的是他选择使用这些错误的数字。 市长和市议会的成员在安置难民问题上也起了矛盾。 市议员沙伦·戴维斯说,市长从来没有跟市政府官员或社区成员讨论过这个问题。 如果市长利用机会对他所代表的人表示尊重和支持, 那我们今天就用不着讨论这件事了。 尽管有人批评,市政府还是照计划进行, 预计第一批难民明年1月初就会抵达。 美国之音斯维科德福蒙特州纳特南报道。 - 别人听说,市长利用机会用带来照顾全楼相对対向市政府官员。 - 刘航专 别人听说,市长利用机会奏进行。 - 假访这件事里的接触。 - 之,这里的当然是尊重。 - 因为随 时,怪兽尼特尔和区子统质, - 因为友谈摔除竞工技能。 - 除这件事图和,